大家好 我是第一方的熊貓 聽說PTCG Pocket 10月30號要在台灣上市了 熊貓這次先切換到紐西蘭地區搶先下載來試玩了一下 發現還不錯 所以推薦給大家 如何先下載的方法網路上很多影片 所以這次我就不介紹 熊貓的分享是如何速刷首抽狂冠卡 開局因為遊戲還尚未綁定帳號 所以玩家可以藉由刪除帳號來重複開局刷首抽 對於想收藏的人可以刷到皇冠卡再進行遊戲 但是如果是對戰的話就簡單多了 刷到EX卡就可以進行遊戲 在遊戲裡面共有三種卡包 超夢、皮卡丘以及噴火龍 選左下角可以進行配率表 最珍貴的是皇冠圖示的噴火龍EX 抽率只有0.053% 皮卡丘EX跟超夢EX配率也是一樣 三星和兩星還有皇冠超夢EX的能力效果是完全相同 如果只是單純想享受對戰的話 抽到實用的卡片就好了 不用在乎他的皇冠或者是三星能力 小王這次想雙超夢EX開局 所以就用了重複刷首抽的方法 那如何開局首抽呢 開局的這些地區、國家、玩家都可以任意填 使用條款一定要確認 這裡一定要選擇從頭開始 帳號連結選布連結 一旦連結就無法刷首抽 玩家性能選喜歡的 開頭的這一包一定是固定的 不管玩家怎麼抽都會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就要開始做重複的動作了 領任務獎勵然後抽包 大約抽包9次到無法再繼續抽包 如果沒有喜歡的就可以三帳號重抽 再來這個德卡挑戰 玩家在新手模式獲得的寶可夢卡片也是固定的 所以玩家就隨便選就行了 德卡挑戰就是從陌生人手中 他有的卡片中選一張你需要的 但是是隨機出現 所以如果有看到卡片不錯的朋友 請把他加入好友 我們再來抽第二包 再來抽第三包 是否會是超夢EX呢 接下來要做的事也是把任務領光 然後持續抽卡包 任務有一個是要玩德卡挑戰 請選擇三能量的 因為三能量的寶可夢比較好 再來第四包會抽到什麼呢 現在在巨大裡 最愛的火候 太陽剝人 只要隨便 蘇格格 很容易 太陽剝人 三魔消化 很容易 小神 if you it i 3 賬號 重抽 如果這段期間都沒有好的卡片 就可以 3 賬號 重抽 選擇賬號管理 刪除 小貓開局是在德爾卡EAX 選到一張超夢 後來在卡包裡面又抽到了一張超夢稀有卡 於是就放棄抽黃冠卡 使用兩隻超夢EX開局 但如果你有推薦其他更好的角色開局 請在下面留言 有玩家卡柱裡面只要塞兩張超夢 其他都塞道具卡 或者是一二階的寶可夢 就可以屌虐最簡單的電腦 因為該遊戲開局 對戰的時候一定會給你基礎塊 所以你殺兩隻基礎超夢的話 開場一定是兩隻超夢 再加上超夢的血量有150 所以說是必贏啊 簡單的電腦使用自動攻擊 就一定可以打贏 一隻天人就可以無腦打贏對手 超夢EX填兩人傷害50 然後填4可以拔兩人攻擊力150 隨便一下就可以秒一隻怪 初級以及中級的電腦使用自動攻擊就能無腦打贏 不過這遊戲的AI蠻笨的 使用自動攻擊他不會選擇最佳的操作 所以玩家看了會很生氣 我好像沒有基礎的殺害者 應該說黃冠卡 黃冠卡比較長 熊貓在擊殺對手的一隻寶可夢 這一局就結束 HP60要再打兩拳 而且對方的攻擊也打不死我們 非常的輕鬆 目前我這個牌組好用的道具就是 抽卡的大木博士以及傷藥兩個 還有加攻擊力10的支援者 下一集熊貓就會介紹其他好用的牌組 如果你有推薦的話也請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